鹿岗小镇传出枪响 那么是在凌晨时分 警方在巡逻的时候 就发现了一辆疑似脏车 准备上前拦查 没有想到这辆车加速逃逸 警方一路追逐 开了六枪将这辆货车拦下 这辆绿色的货车 在市区的巷道当中钻来钻去 警方还在后面追捕 不过货车几度的将警方甩开 驾驶技术相当高超 凌晨一点左右 嫌犯从彰化和美开着这辆货车 往鹿岗的方向前进 却遇到巡逻的远警 警方发现这辆货车疑似张车 于是将车辆拦下盘查 嫌犯心虚却加速逃逸 警方立刻追捕并且开了六枪 警方好不容易将嫌犯逮捕 原来嫌犯从和美偷了这辆张车 并且往鹿岗继续犯案 幸好被巡逻的远警发现 还追了五公里开枪之后 才将货车来下 中间新闻综合报道